感谢观看 出血性疾病 该病 终身性 遗传性和制残性的特点 给患者及家庭带来许多痛苦 血友病患者时刻面临出血的威胁 出血是身体上的痛苦 社会的不了解 对血友病患者及家庭造成心理上的痛苦 血友病患者巨额诊疗费用 造成因病治贫的痛苦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血友病联盟 1990年联合会议的报告 血友病的患病率约为5到10人 每10万人口 据此推算 山东省大约有血友病患者5000人 目前 在山东省血友病诊疗中心登记赛策的血友病患者有2400余人 是国内登记血友病患者数量最多的诊疗中心 越来越多的患者得到诊断和治疗 人均宁血因子8 用量一直在稳步增长 随着我们血友病诊疗工作的发展和医保政策的进步 血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 但是仍然有很多患者得不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因此 血友病的防治工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需要我们积极认识血友病 宣传血友病知识 指导血液病患者 建立血友病防治网络 山东省济南市平衣县的一名重型血友病患者 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膝关节和肘关节都残疾变形了 2016年 该患者指定山东省血友病诊疗中心为医保定点单位 在我中心购买宁血因子 只需要支付自付部分资金 同时它是贫困人口 享受针对贫困人口的用药补助 这样算下来宁血因子费用实现零自付 近年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油画 目前靠画画赚钱能自食其利的生活 他为血友病画了一幅油画 油画名为放飞梦想 画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血友病患者一块放风筝的场景 血友病患者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关怀 自力更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山东省河泽市牡丹区这一大家族中 一共有八名血友病患者 十一位血友病携带者 我们忠心多年关注这一大家族 家族中的五位成人患者 关节都有严重的残疾病性 就学就业成了问题 其中一位患者在山东省血友病诊疗中心的帮助下 无偿筹计的价值三十五万元的宁血因子进行的关节置患 使其能够站立行走 目前他带领其他兄弟四个患者开家庭作坊加工服装 他们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养活自己自强自力 目前河泽的血友病患者购买宁血因子制品时 在政府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的共同帮助下 患者只需要自付很少一部分钱 我忠心六年前为其家族一位携带者进行了产前诊断 出生一位健康的男孩 只为这个家庭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其家庭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山东省血友病诊疗中心 一直致力于山东省的血友病工作 经常邀请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 天津血液病医院 上海瑞晋医院 安徽省力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等国内著名血液病专家 到山东开展医务人员培训 山东省卫纪委 也成立了血友病省急血友病诊疗专家组 专家组成员包括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清福山医院 山东省中医院 和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 多个专业的专家和主任 近年来 在外科 理疗 口腔 产前诊断 护理 影像评估等多学科综合治疗 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解决的诸如关节致患 血肿清除等复杂病发症 并对各式医疗机构相关医护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为血友病患者的综合诊治水平 在国家卫生纪生委 血友病疾病管理系统项目 和诺和诺德 血友病基金的支持下 选择泰安 合泽 维方 联谊和烟台 建立五个血友病综合关怀示范中心 在当地举办 血友病培训班 给医护人员进行血友病知识培训 目前 这五个示范中心 都组成了自己的血友病多学科协作团队 能很好地解决当地血友病患者的问题 让当地血友病患者得到及时 方便 有效的治疗 同时 通过这五个示范中心 也带动了当地其他医疗机构的血友病工作 他们也选派医务人员 到我中心进行一周时间的短期学习培训 包括医生 护士 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和血栈工作人员 他们系统学习了血友病知识以后 把这些知识带回自己的工作中 能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关注血友病 我们还在这五个市 开展了针对血友病患者及家属的培训 为患者讲解血友病出血的护理知识 培训患者进行家庭治疗和自我注射 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了解血友病知识 直到出血后如何及时处理 我们还专门出版了一本 血友病知识问答 在日常血友病患者诊断和信息登记工作中 对患者及家属各种各样的疑问和困惑进行解答 让他们了解更多的血友病知识 提高血友病患者的生存质量 为了纪念世界血友病联盟发起人 法兰克·舒纳波先生 特别选中他的生日4月17日 作为世界血友病日 我们以世界血友病日为契机 在何则举办了互相支持 共建家园 世界血友病日大型公益活动 本次公益活动 旨在凝聚政府部门 慈善组织 医疗机构 民间团体 社会企业等多方力量 呼吁公众积极加入到 关爱血友病患者的队伍中 共同推进血友病关怀事业 健康优势的发展 缩短血友病患者 与健康人群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 2016年世界血友病日 我们在维方式举办 关爱血友病患者的公益活动 活动以人人享有治疗 使大家的愿景为主题 参加活动的人员 包括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 维方式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 血友病患者及家属 共计100人 其后有知名演艺团体为患者及家属们 带来相声魔术等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演出 同时还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风筝制作艺人 现场为患者们展示 维方风筝杂质工艺 让大家充分感受风筝的魅力 部分患者家属 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到维方人民广场 共同放飞风筝 呼吁全社会 加强对血友病患者的支持和关爱 2017年的 世界血友病日活动 主题是 倾听他们的声音 大家协作起来 帮助血友病患者 中华慈善总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项目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 也都参与了血友病患者的救助工作 为患者购买药品 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救助 山东省血友病诊疗中心 通过各种途径 共为患者筹集资金和药品 超过三千万元 努力减轻患者的负担 2016年 为进一步加强 对血友病贫困人口的管理 及综合关怀工作 确保血友病贫困患者 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山东省卫生纪省委 指定山东省血液中心 血友病诊疗中心 牵头开展 血相容 爱相拥 血友病精准扶贫工作 为患者三年内救助 五百万元的宁血因子和资金 目前 我中心已经为二百位 血友病贫困患者 进行了救助 2017年 血友病诊疗中心 因工作需要 签入新职 血友病患者 帮我们绘制的油画 已经完成了 正如油画的题目 我们一起 放飞梦想 希望山东省的 血友病患者 得到切实有效的 救治和管理 患者出血 和病发症 得到有效的治疗 减少出血频率 减少或推迟残疾的发生 使他们能够回归社会 提高生活质量 能够正常上学 就业 过正常人的生活 病毒 减少 seç人 减少 ane 祂